李鹏飞听见这欢呼声 忽然笑了起来 咋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既然这按钮都没什么用 那就咋了呀 独自念叨了几句 他转过身来 开始高喊 咋 都跟着我 将这船舱砸了 刚刚被打起鸡血的姑娘们 顿时欢呼起来 好 咋 都咋了 他们有人拿起了凳子 有人拿起了船头的摆件 还有人不知从哪儿拿出来扳手 对着驾驶室一阵狂砸 夜流离剑刺 心如死灰 他脸色苍白地跌坐在地上 看着面前的恍惚 忽然意识到 自己的心血全没了 因为一个许念初 全没了 夜流离越想越狠 不过很快 他又笑了起来 想必此刻的许念初 已经被带下了船舱 滋味一定也不好受吧 那可真是 他好了 不知道疯狂轰炸了多久 船终于停了下来 前方的大门 也被姑娘们砸烂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冲了进来 他们欢呼着 朝着船的四面八方砸去 卫手的刘世明和范云哲 看见这一幕 当即笑了起来 好样的 兄弟们 成功了 毛子清燕志强 也在他们身后感慨 真牛皮啊 这是我这辈子 做过的最厉害的一件事了 选择跟着灵州 果然是最正确的选择 可惜了 胡亚文那小子还要考试 白不了 回去可以跟他吹好久了 燕志强兴奋地摸了摸鼻子 身后的其他人 更是各自走到自己的亲人面前 痛哭流涕 李鹏飞也在找人 可是他找了一圈 也没见到李弯弯的身影 李鹏飞有些疑惑地 揉了揉头发 弯弯呢 思考间 他感觉到自己的肩膀 被人拍了拍 哎 许学霸呢 是刘世明 李鹏飞瞬间一个机灵 他快速朝着 和许念初告别的方向看去 哪还有许念初的身影 只看见了甲板上挣扎的痕迹 李鹏飞头皮发麻 他 一句话还没说完 他忽然感觉 前方一阵利风袭来 接着 一个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身影 站在了他的面前 他面色极冷 双眼微眯 眼神中的亥意 惹得人忍不住后退 他说 他怎么了 这是李鹏飞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灵州 他还记得 第一个和灵州见面的时候 他速度极快 迅速追上了当时正在逃跑的他 并揍了他一顿 李鹏飞一直觉得 自己身强体壮 在同年龄段的人中算是佼佼者 可是 当时的灵州却无比的轻松 甚至连揍他的时候 都是笑着的 李鹏飞一度以为 灵州一直是这样的人 满面春风 面对任何事都不会有动摇 直到此刻 如果不是知道灵州是个好人 他恨不得拔腿就跑 是因为许念初吗 李鹏飞吞咽了口唾沫 忽然就流下汗来 他刚刚就在那边 被两个人抓着 我原本是要救他的 但是船开了 他让我想办法听船 他 他现在 不见了 什么叫不见了 灵州声音突然增大 他快要疯了 好不容易赶过来 好不容易赶过来 他怎么能不见了 小同桌怎么了 他到底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他刚刚就在这里的 李鹏飞着急地解释着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灵州 你打我吧 我绝对不会还手 我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灵州打断 他一把甩开李鹏飞 头也不回地 朝着他刚刚指的方向走去 如果打你有用的话 我早就揍你八百回了 找人 他不会有事的 他都能重生了 他怎么可能有事 不 绝对不可能 灵州一遍遍地 麻痹着自己的神经 李鹏飞愣了愣 旁边的刘世民 一巴掌打在了 他的后脑勺上 还愣着干什么 找人啊 另外一边的夜流离 看见这一幕 忍不住冷笑 灵州 果然是你 哈哈 我早就告诉刘小强 你不是什么好人 可是没人听 没人听啊 不过 我劝你也别找了 这么长时间了 许念初同学恐怕 他话音还未落下 就见身侧不远处 突然冲出来一个身影 一脚踢在了 他的胸前 打断了他的话 闭嘴 夜流离抬头望去 看见是刚刚冲进来的许牧成 他再次笑了起来 不是你将他送给我的吗 你 许牧成蹭地一下 举起了拳头 打算再次打过去 李弯弯赶紧从身后拦住了他 先找人 别跟他置气 对对对 找人 先找人 夜流离看见李弯弯 再次一愣 随即像是想通了什么 他震惊地看着李弯弯 原来是你 我没空跟你废话 你也休想拖延我的时间 夜流离 马大龙和刘小强都被抓了 你也别挣扎了 再见 李弯弯一边往前走 一边说了这句话 夜流离在背后 忽然开始哈哈大笑 你们一个个的 一个个的 我对你那么好 我甚至都没杀了你 你居然和林州 一起来欺骗我 好样的 好样的 哈哈哈哈 没人理会他 李弯弯快速上前 加入了寻找队伍中 李鹏飞看见他过来 顿时一正 你 李弯弯头也不回 找人 林州走在最前面 看见甲板上 有挣扎的痕迹 他毫不犹豫地 跳了进去 手指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林州冷冽地望着前方 像一只凶猛的猛兽 小冬桌 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啊 不然 他也不知道 不然什么 只觉得此刻 内心深处 一股快要疯了的气息 冲了上来 与此同时 船舱内的一间 小黑屋里 许念初正拿着一只匕首 站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匕首上沾上了血尖 可他像是没看到般 颤抖着注视着前方 别过来 再过来我就 他的对面站着两个男人 其中一个 捂着受伤了的胳膊 看着他笑 你就怎么样 你还敢杀我们不成 许念初浑身一震 握着刀柄的手 抖了又抖 我 我 你什么你 那身上带了伤的人 笑着看向了他 没想到你看起来柔柔弱弱的 居然还挺带劲 他一边说着 一边朝着他走了过去 耽误我们这么多功夫 总该报答我们了吧 旁边另外一人 也跟着附和 对对 还伤了我兄弟 你啊 可真是 越来越对我们胃口了 他们也没想到 这小妮子的袖子里 居然藏了刀 刚刚下来甲板的时候 他们就想 把他绊了他 不过现在似乎也不晚 许念初听见这声音 顿时更加着急 他又往后缩了缩 勉强稳住心中的恐惧 看向两人 你们敢动我 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他们 谁 警察吗 两人相视一笑 反正我们 本来也跑不了了 临进去之前 快会一下不好吗 哈哈 我们根本不在乎 多这一条罪 说话间 他们更近了 许念初简直要疯了 他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 根本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 他第一次感觉到 自己这么的无用 明明是来救人的 现在 居然让自己陷入了危险中 而且 还是这种危险 如果让灵州知道 如果让灵州知道 许念初根本不敢想 他甚至 甚至还没主动牵过灵州的手 还没抱过她 还没亲过她的脸颊 还没 想到这里 许念初忽然落下泪来 这么多事都还没做过 可惜 怕是再也做不了了 眼泪顺着脸颊落在地上 许念初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 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他握着刀柄的手 忽然向后 对向了自己心口的位置 灵州 再见了 对不起 难难地念叨了两句 他没再犹豫 在男人那恶臭的手辅上 他的脸颊之前 举起手来 朝着自己心口的位置 猛地刺了下去 对面两人现这个举动 顿时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哎 你 他们还没反应过来 忽听旁边的门 砰的一声 被一脚踢开 接着 一个身影快速冲了进来 小同桌 与此同时 许念初的手一抖 刀尖落在了他的身前 许念初惊喜地瞪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顾不上心口传来的疼痛 忽然笑了起来 灵州 我 我是在做梦吗 刚刚踢开门的灵州 浑身颤抖着 丢掉了手中的刀 接住了向他倒过来的许念初 是我 小同桌 是我 你没有做梦 我真的来了 我来救你了 我在这里 你别怕 我在这里 我一直都在 我 我 声音中满是颤抖 灵州感觉整个脑袋都乱掉了 眼前的一切 他似乎看不现了 只能注意到 怀中的许念初 幸好 幸好自己来得及时 不然 他简直不敢想 刚刚晚来一步 会发生什么 但是想想 就觉得脑人生生地疼 他的小同桌 他的小同桌居然 灵州甚至不敢去看地上的刀刃眼 只看向怀中的他 他的脸色惨白 似乎被吓到了 但因为在他的怀中 脸上还带着浅浅的笑 他看着他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但依旧声音温柔 他说 我知道你会来 我就知道你会来 我 脑海中最后一根线 似乎断了 说完这句 许念初彻底晕了过去 小同桌 小同桌 灵州着急地喊了两声 发现他的身上 没有其他的伤痕 只是晕过去了 这才放下心来 他轻轻抱住了他 没有抬头 声音却格外地冷 我说让你们走了吗 正准备趁着他们没在意 而偷溜出去的两个人 顿时顿住了脚步 不知为何 仅仅只是一个少年 但却让他们觉得害怕 两人战战兢兢地扭过头来 似乎觉得这样的 害怕来得莫名其妙 其中一人大着胆子 看向了灵州 怎 怎么 你一个人 还想和我们两个斗 你也不看看 你有几斤几两 那瘦胳膊瘦腿的 现在 我们给你个机会 带着这小姑娘赶紧离开 我们不动她了 滚吧 灵州未动 说话的人再次一愣 吞咽了口唾沫 她继续道 让你赶紧滚你没听到吗 你 她话还没说完 忽然不敢置信地 瞪大了眼睛 许念初感觉 自己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中 她失足跌落在黑色的大海中 四周是波涛的烂花 他们猛兽般朝着她扑了过来 似是想将她完全吞噬 许念初吓了一跳 她拼了命地向外游去 可怎么也看不到边 无尽的黑暗 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许念初快要疯了 呼吸逐渐变得急促 她感觉自己快死了 恰在这时 她看见前方忽然传来一道光亮 似是黑暗中唯一的救赎 许念初赶紧睁大了眼睛 凭住呼吸 朝着那个方向游去 可是 刚一动 她就发现 自己似乎完全没力气了 许念初只好抬起胳膊 朝着那光亮挥了挥手 喂 我在这里 救命 光亮也终于感受到了她的存在 开始朝着她游了过来 进了的时候 许念初看见了那站在光亮里的人 她一下子惊喜起来 灵州 你来救我了吗 任盈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朝着她伸出了手 许念初也高兴地伸出了手 试图抓住她的 那一刻 刚刚的恐惧似乎消失了 只剩下开心 她要得救了 她再也不用挣扎了 真好 真好啊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巨大的黑浪 朝着他们扑了过来 许念初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等她再睁开 眼前的身影 似是被黑暗吞噬般不见了 许念初彻底慌了 心口忽然生生地疼 她拼了命地挣扎着 想朝着黑暗中大喊 想喊住那个救赎 可是 张了张口 她却发现自己 发不出来任何身影 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灵州 不 灵州 你在哪里 你去哪了 不要 我不要失去念 许念初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终于 一口新鲜的空气入了胸腔 她猛地睁开了眼睛 灵州 大喊一声 许念初几乎下意识地坐了起来 却只听见旁边传来着急的声音 许念初 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太好了 我 我这 就给灵州打电话 你先别着急 打电话 什么电话 许念初疑惑地扭过头 看见李弯弯站在那里 拿着一个老旧的手机 着急地说着什么 怎么是她 灵州呢 大海呢 不对 自己不应该在大海里 而是应该在 啊对 在黑暗中 那里有两个怪物 他们想 但是那个时候 他似乎看见了灵州 灵州来了 对 灵州来救她了 可是他人呢 他怎么不在这里 想起刚刚自己的那个梦 许念初再次一个机灵 难道 不 不要 不要有事 灵州不要有事 许念初顾不得其他 慌张地掀开被子 就往床下走去 李弯弯现此 吓了一跳 赶紧上前来拉住了许念初 许念初 你干什么去 你现在只能休息 不能下床 你别动 我去叫医生 来给你看看 可许念初根本不听她的 她甚至连鞋子都来不及穿 就快速跑向门口 灵州呢 灵州在哪里 她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 危险 李弯弯愣了愣 然后摇了摇头 没有啊 没有 那她怎么不在这里 我 我要去找她 眼见许念初要冲出去 李弯弯赶紧拉住了她 哎 你不用去 不用去找她 她一会儿就来找你了 许念初这才停住了脚步 她疑惑地扭过头去 看向李弯弯 一会儿 嗯嗯 她现在在警察局呢 配合警察处理诈骗那边的事情 让我留下来照顾你 警察局 许念初反应了下 才逐渐反应过来 她 真的没事 没事 完全没事 她除了担心你 其他方面好得很 所以 你不能乱跑 她回来如果找不到你 会很担心的 可是那边那么多人 他们全都不是灵州的对手啊 都被抓了呢 全部 啊 这个 李弯弯沉默了下 她实在不知道 刚刚那一幕 该怎么和许念初解释 只知道自己下了甲板 看见灵州的时候 她已经站在那两人中间 将他们摁倒在地 而他们浑身是血 奄奄一息 李弯弯甚至觉得 如果不是因为不能杀人 那两个人 估计已经死了好几回了 再然后 她就看见 灵州不知道从哪抽出一叠纸 将自己的手擦了一遍又一遍 直到完全看不现血迹 这才走到了许念初的身边 将她抱了起来 往人群外走去 那一刻 李弯弯忽然有一种直觉 幸好许念初没事 不然 恐怕她也不会被饶恕 所以 她才自告奋勇 留下来照顾许念初 她帮了他们太多太多 是他们的大安人 她必须 要做些什么才行 思考了片刻 李弯弯才继续到 因为 是因为当时警察们刚好都来了 就帮助了灵州 那些人全被抓了 这样吗 是啊是啊 也是我们运气好 除了几个姐妹受到了惊吓之外 其他人都没任何问题 那太好了 嗯嗯 但是善后工作比较麻烦 不过你放心 我刚刚已经告诉灵州了 我想她马上就会回来 哦 许念初点了点头 总觉得哪里不对 但又说不上来 李弯弯赶紧走到她的前面 挡住了她的去路 所以啊 你赶紧休息吧 一会儿灵州来了 你好好问问她 嗯 行 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许念初走到床边 重新躺了下来 与此同时 一道急切的步伐 朝着这边狂奔来 许念初刚要闭上眼睛 就感觉到自己的病房门 被猛地推开 接着 那道自己一直念叨的身影 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她着急地看向她 满脸担忧 小同桌 许念初微微抬头 就看见了灵州 她的头发有些凌乱 身上的衣服也不太整齐 但那张脸 依旧十分耐看 她就站在那里 看着她 彭扶自己 一伸手就能够着 这么想着 许念初也真的这么做了 她将手子向了她的方向 开心地喊她 灵州 你来了 笑容入了灵州的眼间 她的终于感觉放松了下来 天知道 她刚刚接到李弯弯短信的时候 是以什么速度冲回来的 分明才几分钟没限 也听医生说了 她只是因为害怕 晕过去了 休息一下就会醒来 可她还是不放心 她想看着她 想时时刻刻待在她的身边 只可惜 马大龙那边的事情 自己必须去交代后续 直至此刻 她才感觉到 心里踏实了些 灵州没有犹豫 换上了笑脸 握住了她的手 其实她想抱住她 但害怕她身体太虚弱 更害怕她反抗自己 而再次受伤 灵州暗纳住心中的悸动 只轻轻地握了握 我来了 小通桌 哪儿知 她的声音刚刚落下 忽然感觉 眼前熟悉的身影 逐渐放大 接着 香香软软的小姑娘 直接扑到了她的怀中 抱住了她 灵州顿时身体一僵 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见小小的人 在她的胸口处轻声说 灵州 我好想你 接着 她那毛茸茸的小脑袋 撒娇般地蹭了蹭她 灵州再次一僵 她整个人都愣住了 她说什么 小通桌刚刚说什么 她说 她好想她 她居然 如此之耳巴金地说 她想她 这话 她之前似乎从未说过 她她她 她甚至悬 甚至悬 灵州一下子 不知道该做何反应了 连旁边的李弯弯 出了门都不知道 就这么僵硬地站着 抬起的手臂 都没来得及放下 她完全忘了动作 灵州不知道的是 此刻的许念初 也格外地紧张 在船上被抓的时候 她就在想 自己还从未主动 牵过灵州的手 也从未主动抱过她 亲吻过她 她以为 这一切都会成为遗憾 没想到 老天爷又给了她一次机会 那么 还等什么呢 她再一次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她再一次就吓了她 她好喜欢她 真的好喜欢好喜欢 喜欢到控制不住自己 所以 她刚刚抱了她 可现在 要做些什么呢 她怎么就不动了呢 那自己 自己应该怎么办啊 许念初思考了一会儿 没思考出所以然来 脑海中全是乱糟糟的电视剧中的剧情 她干脆闭了闭眼睛 决定一步做二步休 反正已经做了 也没有回头路了 那就 想到这里 她抬起头来 学着偶像剧中的女主的样子 朝着灵州笑了笑 灵州 你怎么了 见灵州还是没反应 她嘟了嘟嘴 掩藏住心中的紧张 你 你不想我吗 话音刚刚落下 许念初还没反应过来 就感觉到自己被一股大力抱住 脸身埋在她的胸口 肩膀被死死地摁住 她差点喘不过气来 但她听见她说 想 怎么能不想呢 小同桌 我好想你 你怎么 你怎么能那么傻 你应该告诉我的 这些事情 都应该我来做 我不会不管他们的 我 我知道 感受到灵州的情绪 有些不对 许念初赶紧打断了她 她从她的怀中 抬起头来 看向她 我知道你不会不管他们 我也知道你 肯定会做些什么 但是 许念初顿了毒 继续道 但是 我不想拖你后腿 我也不想成为无用之人 灵州 我是想和你站在一起的人 灵州微微一愣 接着 又听许念初说 只有这样 我才能和你一直在一起 我 你说什么 许念初话还没说完 就被灵州打断了 她疑惑地看了下她 继续道 我是说这些事情 我其实可以 不 不是这个 是之前说的 啊 哪个之前 在你这句之前 呃 许念初呆了下 才意识到 灵州说的是什么 她顿时低下头来 整张脸红成一片 我 我说 糟了 自己好像说漏嘴了 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了 这下可怎么办啊 原本只是想抱一抱她 在 但现在 这要怎么解释啊 想不出理由 许念初的心口开始狂跳 感受到灵州的目光 格外的炙热 她似乎一直在等 等着她的答案 许念初忽然意识到 自己 似乎不能什么 都不做了 她闭了闭眼睛 再抬头 眼中无限清明 我说 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啊 我想永远站在你的身边 我想 做一个可以匹配你的人 灵州顿时浑身一僵 还未做出反应 她又听许念初说 所以灵州 不要自责 你忘了吗 你跟我说过 我很聪明 你不在的时候 我可以自己做决定 我以前很胆小 从来不敢自己做决定 任何事都随大流 自己受了委屈 也从来不说 可是我现在 你看 我超级胆大的 我什么都敢做 我知道我能救下他们 所以我去了 我也不想打扰你的计划 我希望我们能一起 让这个团伙负面 无论过程怎样 灵州 你看 我做到了 我们 做到了 我 是不是很棒 我是不是 能一直 一直站在你身边了 许念初吸了吸鼻子 认真的看着灵州 等待着她的答案 可答案还没等到 却再次等来了拥抱 这一次 比之前抱得耿紧 她甚至能听见 她的心跳声 许念初有些喘不过气来 她着急地喊了句 灵 可声音还未落下 就听见灵州的声音 在头顶响起 能 你一直能 无论什么时候 你都能永远 站在我的身边 哦不 是我 我会一直站在你的身边 小同桌 即便不做这些 我也会 那不行 许念初打断了她 我不想成为累赘 你不是累赘 你从来都不是 可是 我想和你一样优秀啊 灵州一愣 她忽然想起 前世 直到自己死亡 许念初才出现在自己的身边 她喜欢了自己那么多年 却从未表白 也从未出现过 似乎就是 想变得和她一样 在她的认知里 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站在她的身边 可她不知道的是 她在意的从来都不是这些 这小丫头 太倔了 即便自己不需要 她也一定要做 那倒不如 换一种说法 这么想着 灵州点了点头 好 一起变优秀 但是小童桌 在这个过程中 你不能再丢下我 你要做什么 我必须知道 不然的话 我害怕我追不上你的脚步 呃 这次轮到许念初愣住了 不过 她还是认真点了点头 笑了起来 嗯 好 一起变优秀 看见她亮亮的眼睛 灵州知道 小妮子总算是不再执拗了 她揉了揉她的头发 渴了吗 要喝水吗 许念初乖巧地点了点头 灵州转身 拿起了地上的水壶 小心翼翼地倒了一杯 端给许念初的时候 她发现水太热了 顿了下之后 灵州看向了眼巴巴的许念初 稍等一会儿 需要量一下 她并未将杯子放在桌子上 而是拿起另外一个杯子 又小心翼翼地 将杯子里的水缓缓倒了进去 接着 两只手交换了杯子 又将水倒回原来的杯子中 许念初就在旁边 看着灵州那认真的模样 忽然笑了起来 灵州 嗯 你也知道 这种凉水的办法呀 是啊 我小时候 老林经常用 灵叔叔好爱你呢 灵州的手一僵 许念初一时到 自己似乎说错话了 赶紧诱导 那个 我的意思是 嗯 她的确很爱我 灵州继续着手中的动作 我妈妈去世后 她就是这么 一手把我拉扯大的 真不容易 是啊 不过她现在遇到秦阿姨了 以后 秦阿姨就会照顾她了 哈哈 说起这个 灵州没忍住笑了起来 秦阿姨照顾她 我看是她照顾秦阿姨呢 啊 她啊 恨不得把身边的人 都捧在手心里 不过秦阿姨也真的很好 她们很般配 嗯嗯 许念初点了点头 又听灵州叙叙叨叨地说 以前 我很调皮 总是想拆散她们 但是后来吧 我想通了 老林对我这么好 她不能一辈子都耗在我身上 她也应该去找 属于自己的幸福 秦阿姨很合适 她们 灵州后面说了什么 许念初已经记不清了 她只记得 病房那微黄的灯光 照在了她的侧脸上 柔和的不像话 她就那样站在那里 和她说着家长 实在是太美好了 美好到 让自己忍不住 想去轻她一下 这么想着 许念初也就真的这么做了 她不自觉地靠近灵州 在她还没反应过来之际 快速地点气脚尖 朝着她的脸颊 就轻了过去 接着 她感觉到 自己身前的身影一僵 手中的水一个不小心 直接倒在了地上 许念初瞬间意识到 自己做了什么 她惊呼一声 往后退去 啊 那个 我 我不是故意的 灵州 我 她话还没说完 就听灵州说 我去给你拿点水果 说完这句 她转头 就往病房外走去 但很快 似乎意识到 自己手里还拿着水杯 她又面无表情地转身 将水杯放在桌子上 再次转身 整个过程 她甚至看都没看许念初一眼 许念初就这么呆呆地 看着她出了病房门 直到看不见她的身影 她才反应过来 揉了揉长红的脸蛋 她有些不敢置信 灵州这事 害羞了 她她她 她居然害羞了吗 她也会害羞吗 因为自己的一个吻 想到这里 许念初没忍住笑了起来 但很快 她意识到有些不对 赶紧用手用力地揉了揉脸颊 慌张地不知所措 许念初啊 许念初 你刚刚 到底做了什么啊